今日的依资国股推介是中国软件354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 简选原因是高盛发表明年的展望报告 板块配置方面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框架之下 消费、科技、新能源、国企改革 抗验股有望产生超额收益 并且构建了包括50只股票的投资组合 标的主要是中港股份 预计一个组合 未来两年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到三成 投资业华组认为可以关注组合之中的中原 根据彭博组合预测 中原今后三年盈利分别预料是12亿8千万 17亿5千万和21亿7千万人民币 按年分别增长3成4、3成7和2成4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成1 彭博预测中原今明两年市盈率分别是大约24倍和18倍 对比板块平均是近66倍和43倍 中原估值处于中下游价水平 具有上升潜力 在策略上 若果股价12.5不失可以追入 目标先看16元 否则可以hold12元以下买入跌穿11元减持 士兵员 士兵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